用电脑上位级软件怎么无线控制Modbus模块 就需要用到这个WiFi串口服务器 第一步连接模块的WiFi WiFi的默认密码是1到8 第二步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查看这个WiFi的详细信息 这里IPv4是1.14 第三步打开配置工具 选择刚刚查找的IP地址 启动连接 然后查询全部参数 查看当前模块的通讯参数和模式 这个串口转移台网模式有很多种 这里我们需要的是TCP转RTO 设置一下然后重启 最后一步打开网络调试助手 电脑作为客户端 输入主机的IP地址 1.13 端口号为8899 然后连接 然后我们来控制一下模块的输出 走的是Modbus TCP协议 这个设备是5号站 来写个单线圈 你看模块那边的灯就亮了 实际应用中 你可以自己编写上位级软件 来无线控制模块 disappeared 消息 消息 你 你